苗栗通宵 這處餘溫在去年12月 飛來一隻臺灣罕見的芬蘭國鳥 黃嘴天鵝 當時吸引非常多鳥友要去拍牠 最近又出現了這一隻黃嘴天鵝 鳥友們推測的可能是同一隻 所以就拿出了去年拍攝的照片 要對比一下 那麼發現這隻天鵝 已經長成一隻很漂亮的沉鳥 專業相機快門連拍 捕捉白色天鵝起飛畫面 牠可不是臺灣常見的天鵝品種 而是芬蘭國鳥黃嘴天鵝 特地從歐亞大陸南遷過冬 專家說黃嘴天鵝 大多都是飛到日本或朝鮮半島過冬 臺灣通常不是牠們的目的地 這次出現在苗栗通宵這處餘溫 消息傳出讓不少鳥友好興奮 帶著攝影器材趕來捕捉牠的美麗身影 但聽說牠就不是第一次造訪這裡 那今年好像是又再回來 應該是去年的那一隻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很神奇 牠可以定點然後再回來臺灣 去年就有拍過 去年是啞成鳥 這一日牠又回來了 回來原地 去年12月同一處餘溫 也出現牠的身影 比對去年的照片 羽毛還呈現灰色 嘴灰也沒那麼黃 當時還是啞成鳥 時隔一年已是成鳥 毛色轉為純白 嘴灰也變得亮黃無比 因為沒有細腳環也沒有發泡器 所以我們無法確實地判斷同一隻 不過水鳥一直對棲息地 都有相當的忠誠度 所以呢我們感覺是同一隻 回到了同樣的養殖池 可愛的嬌客來台過冬 呼籲賞鳥民眾不要太靠近 避免驚嚇到牠 也希望牠在未來還能夠持續回訪 記得彭光許視頻華苗栗報導